中午在家吃吧 小潮做饭特别好吃 第一次见 让他给你们露一声 好啊 我们都特别期待呢 我 我就会那两个菜 你拿不出手 要不然去外面吧 我请收拾阿姨 哎呀不用 一会儿让人收拾菜 带点菜回来 你就放心做吧 就是 别推脱了 我妈她们都很期待呢 那个 阿姨不好意思啊 我工作还有点事 今天我就先回去 哎 这都什么人呢 做个饭都做不明白 姜妈结婚还了他 我看呢 趁早算了 和前任第一次 见初母时 闹得不太愉快 所以和现任在一起时 对这样的事情 我就变得格外年感 小潮 你喜欢吃妈婆豆腐吗 喜欢啊 尤其是豆腐 特别嫩的那种 你和我妈口味还挺香 但 我不会做饭 不用你做呀 你不是要去我家吗 我妈最近问问你口味 我会做饭也没什么 我找的是女朋友 又不是帮忙 这件衣服不知道在哪儿 过破了 可惜穿不了 水能多了 这衣服不是补补还能穿吗 难道又要买新的 我 不会真现火 而且家里面有些东西 这话在我面前说说就算了 别让我妈知道 又该说你不会过日子 刷紧时间许的去吧 哪个女生不会这些 最近脸好干啊 还泛红 这一会儿还怎么化妆 月娥 要不然一会儿 我不去见你朋友了 现在就了 如果见面了还不知道说过什么 放心吧 他们都很尊重你心的 就是因为你基础护肤做的不好 所以才会脸干卡粉 听同事说很适合新手 哇 我听说过这个 早就想买了 酸 还有五地全包式索水 质地轻薄 干皮油皮都适用 用完整个皮肤都会随随润润的 夏天用再清闯不过了 你看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你喜欢就好 不过 这个很贵吧 平时我的化妆品什么的都是你买的 不要再这样恶化钱 放心吧 不贵的 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 我妈就特别交代了 每个女生都是家里的小姑娘 那我一定不亏待你 明天去小乔家礼物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妈 都按照你说的 我就买了点肥肥 小乔就对了 这给我长点心吧 小乔都没得你结婚呢 不值得你在他身上花这么多钱 小乔多吃点 你看有什么吃不惯的就和阿姨讲 不要不好意思 谢谢阿姨 小乔 我后悔了 你能来见我一下吗 我和他没联系 我也不知道他 你就应该把前人拉黑才是 不能给他再联系的机会 小乔你放心 如果下次还有这种事情 阿姨第一个饶不了这臭小乔 你妈给你介绍了其他女生就相信我吧 我妈就是随便发发你别当真 所以你去吗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要不你臭臭不如我妈的意 她也不对于这样 对啊 我还买了阿姨最喜欢吃的嫩豆腐 刚好给阿姨漏起来 我就是让你们给我妈她们做顿饭嘛 你至于吗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 以后还得了 这混我不结了 你听我解释啊 小乔你没事吧 嗯 那个没事 你让阿姨先别做饭 等我回去再说 真是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最后 你也知道变得多了 还不是得给婆婆乖乖做顿饭 啊 是啊 那是因为阿姨把我当亲爱 我自然愿意拥心对人 你们家就不宜了 找儿媳妇还是能对着 还是省省钱 顾个全吃饱你 你信不信有些爱情 老君让你谈不成 那是在保佑你 毕竟有福之女 不入无福之家